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來到這裏 大家在身後可以看到 上了山 又來了Burke Mountain 因為我客人之前買了Bellantree 大家都很喜歡的Plan C單位 他今天就做Walk Thru 終於等到 下個星期就可以收樓 所以今天順便拍給客人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Polygon做收樓之前的Walk Thru是甚麼情況 現在就駕車進入屋苑 讓大家看看現在的情況 這些全部都是Bellantree 我們進入屋苑的entrance之後 你就會看到左邊那些其實還在建 因為他們建屋的時候 是由最高的show room 一直建到下面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地盤 這些就差不多完成 右手邊的Duplex Style的Plan C 他就進入了火 除了我客人那間之外 現在就駕上斜路 你看到Polygon的代表已經站在 準備跟我們做Walk Thru 讓我下車給大家看看周邊的環境 你看到我們上了斜路 你看到這個風景是多麼美 多麼open 然後它的路都很闊 你看到每個單位的driveway都不同 有些很短 有些很長 我的客人就選了一個最長的 因為方便泊車 然後你看到這條路走進去 感覺都很舒服 如果有人來探望你 可以泊車在這裏 或者另外那邊都有兩個visited parking 真的很方便 我們先看看車房 大家都看到這個是side by side garage 闊度和長度都很足夠 後面也有一個EV charger 給你充電車 如果需要的話 這裏大家看到有個十字的裂痕 其實就是它是故意做到這樣的 不要想著它是一個deficiency 因為它要把它做到一個裂痕 中間也都放了一些膠的材料 令到它冷縮熱漲的時候更加好 那就不會繼續一路裂下去了 在車房裡面還有這個電箱 所有東西都寫得很清楚 旁邊是一個cable box 可以上網的用具就放在這裏 Telis也給了一年免費的service 的owner去做 就是正門回家 大家記得這裏已經是主層 亦都有一個high ceiling 它所有東西都做得不錯 這個walkthrough 它長身沒有裂痕 沒有花痕 所以長身那些完全是不需要去擔心它 那這裏是一個powder room 那這裏呢 這裏是有個凸出來的這個位 是不是做得那麼完美 那所以已經叫它可以再做多一個全身的 給我的客人 那去到這裏呢 就是一個很闊落的廳 還有廚房和飯廳 那也是看過它的長身啊 或者屍體啊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我就留意到它這邊呢 它的baseboard那些邊 有些縫位好像走了出來 那也都問過polygon 那他們說他們是故意這樣 那也都是因為冷縮熱漲的問題 那給它一點點空間 那就不會傷害到其他地方了 那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很美的山景 其實真實看上去是漂亮很多的 那這裏開門 這裏呢 這個sliding door呢 它這裏不知為何 有一點點好像生壽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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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點點鎖 也鎖不到 不知為何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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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美的 那那我們再看一下廚房那邊 那廚房呢 我們所有電器都試過啦 那那星盤這裏的去水位呀 有沒有塞呀 我們都檢查過了 每一道門呢 我們都逐個開過嘛 是沒有問題啊 他的Soft Closing是沒有問題啦 然後這裏呢 有一些Garage Remote Control 還有一些Owners Manual 都會在這個櫃桶裏面 那那那櫃桶裏呢 那這裏呢 就有個雪櫃的Water Shut Off的位 那如果它的雪櫃呢 是可以製冰的 如果不需要製冰就可以把它關掉 另外這一邊就是Gas的Main Shut-off 因為它的主食爐是用煤氣 還有Balcony那邊都是用煤氣的 所以這個如果不需要 有時去旅行也可以關掉 我們出去Balcony看看 你會看到現在 可能大家看不到它的斜度 但其實它有少少斜了 因為整個Balcony都沒有去水位 所以如果真的下雨 水就會流下去 就不會積在Balcony那邊 看完Main Floor 我們可以首先下去樓下看看Basement 所以可以看到牆身是差不多完美 沒有什麼東西要再觸碰 這裡是有個closet位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這裡通到Hot Water Tank那邊 Hot Water Tank那邊 也有另外一個門可以再開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些Water Main Shut-off 這個就是前後軟的Water Shut-off 而這個就是全屋的水種制 如果你真的要去旅行就最好關掉它 現在收樓的時候 全部都是地毯 這個是Storage 樓梯來看都算整得很乾淨 雖然地板是普通的地板 但是這個位置很整潔 這個是大廳 Living Area 這個Basement 這裡可以出去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Bat Yard那裡 它有這個很大的 這個Yard 就是Town Hosey港 這裡有個位置 可以讓你擺梳化 椅子坐在那裡喝咖啡 在這邊也看到那個景 所以周邊都是很漂亮的風景 而如果你要是出街行 這個單位就方便 因為它後面這裡有一道門 你直接可以走出街 這個發展商就留了三塊這些Blinds 如果萬一你是壞了 髒了你都可以替換 下面是一間房間和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的所有水的位置都看過了 沒有問題的 這裡因為開門會撞 我有一個special request給發展商 讓它可以黏一些 一顆粒防止它撞難一點 那就到睡房了 這間房間有大窗 有個closet 所以這一層真是最適合 有需要私人空間的人在這裡睡 那closet裡面所有櫃的架 我們都檢查過它有沒有安裝得實正的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上去最高那層 看看睡房和洗手間 我們可以上去最高那層 我們可以上去最高那層 看看睡房和洗手間 那鐘仔 按我將來的片 你們就能看到了 那走上去上面那層的high ceiling位 這裡有個位置給你放吊燈的 那加多看好的吊燈 那這間屋就更加漂亮了 那我們首先看了我第一間房間 長身各樣東西都沒問題 不過這個窗戶有少少凹了進去 所以它都要去修改 這條東西是外面的 所以它應該要整個窗戶換過了才沒問題 這間房間是對著這一邊 所以都是有個美景的 這個Plan C 上面那一層 這間房旁邊就是一個laundry room 好像是一個single house 在這個房間裏面有一個位置 是放了filter 是給整間屋的先鋒系統 叫CRV 因為這個filter是要定期換的 我怕我的客人不會換 所以我要求發展商去示範一次 這間房間是你的空氣 所以你的空氣是從這個方向 所以你要配合 這裡的空氣 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你放進去 即是箭咀一定要向上 OK OK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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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把這間房子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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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明白 這間房子已經很清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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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紙紙嗎 對 要換了 就是那個尺寸 你認為空氣流在一旁 另一旁 你能夠感受到空氣流嗎 很多發展商 特意找人來示範一次 如何換水 拍下了就不怕忘記怎樣換了 現在這個乾衣機 就有少少問題 所以要換個新的 希望到時收樓前可以收到 這邊的櫃都看過了 檢查過了 水都沒問題 都看到它的Storage真的很夠 雖然房子不是很大 但是很實用 另外那邊也有個架 給大家可以掛一下衣服 我們可以首先看了主人房 這個位置可以換燈或風扇都可以 它就可以用師傅來裝 而這個walk-in closet 它現在放了一些簡單的架 但是我覺得真的可以好像它的showroom 做多些架 靚一點的櫃去放多些漂亮的衣服 主人房這邊 因為都是看著這邊 繼續有個山景 還有一個open view 主人房的套廁 我們檢查過的水 看看有沒有漏水出來 如果開過花灑 沒有問題 然後發展商就叮囑我們 叫我們不要洗地 即是二樓這裡的洗手間 和另外一個second bathroom 那塊地 看起來好像是防水 但是其實是不防水 所以千萬不要倒水上去 這道門後面有個stopper 它就開不准 因為免得撞到浴缸 現在看看最後一間房 這間房 雖然不是看著那兩邊的open view 和山景 但是因為 屋遠這裏 條路都很闊 加上我們這個單位 是最長的driveway 所以一點壓迫感都沒有 這裏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剛才我說的CRV 就在這裏抽些先鋒進來 所以就算你的unit 不開窗也沒問題 這次walkthrough就做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 喜歡的話 按個like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下小鈴鐺 那我將來的片就會收到 今天很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我會oba你 多謝大家 我會想到這裏 很久留待 快點 不時 莫不得 能